法国世界报网站8日发表题为 美国制造的新公式令欧盟国家很恼火的报道称 拜登和欧盟有着同样的梦想 通过气候转型让工业重新本土化 然而美国和欧盟各国都有自己的政治小算盘 现在又到了大西洋两岸争吵的季节了 不过方式有所不同 特朗普当初拿法国奶酪和奔驰汽车开刀 拜登则看着天空谈气候变化 但他们最终的目的都一样 恢复美国制造 欧盟27国8日在布鲁塞尔开会 希望找到应对美国新公式的共同应对办法 在7日的一个访谈中 法国经济部长要求 欧盟委员会要拿出强硬回应 应该说美国总统有点太过分了 一年前空客和波音的恩怨了结 欧盟钢铁和铝制品关税冲突也慢慢平息 然而拜登8月份让国会通过了一个 奇怪的称为降低通胀计划的法案 尽管涉及了降低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 但是该法案实际上的主要内容 却包含着向新能源大规模补贴3700亿美元 这补贴或许对通货膨胀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是对美国的能源和工业战略却很重要 此前美国已经为了让芯片工厂回归美国 进行了数百亿美元的补贴 电动汽车方面也是一样 7500美元的补贴只发放给在美国本土制造 且使用美国产电池的电动车 这种明摆着的不公平对待 让欧盟各国感到恼火 尤其是汽车生产大国 德国和法国 其实归根结底 拜登和欧盟有着同样的梦想 通过气候转型让工业重新本土化 然而美国和欧盟各国都有自己的政治想算盘 拜登也许在中期选举后就会弱化其生态主张 欧盟各国则在接下来的行动上存在分析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工业国和出口国 也是受美国诸多措施影响最大的国家 态度却没有去工业化更严重的法国那么强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